说这刘海龙 刘海龙呢 我跟那挺熟悉 原来我呢 搞个武术报道 挺多年 做武术杂志 刘海龙呢 被称为超级散打王 得过咱们散打王的冠军 而且世界比赛 跟国外散打高手较量的 他这胜率也极高 他外号叫流腿屁挂 啥意思呢 把腿踢得非常高 然后往下砸 能不能给披蒙圈了 他原来呢 当散打运动员的时候呢 大导演徐克尔就找过他 徐克尔在2002年呢 要拍一部电影 名字叫散打 就说散打运动员 那时候找刘海龙 刘海龙那时候正准备 那散打世界杯 他不行不行 没公开 就被拒绝了 转过年到2003年 刘海龙在国外队训练的时候 劲儿大了 胳膊弄骨折了 不能打比赛了 刘海龙一琢磨 数数也大了 退役吧 退役干啥呢 人家来找我拍电影 转战影视圈 可这一转战影视圈 虽然你看他打得漂亮 各方面什么的动作啥都好看 难度非常大 难度大在哪呢 就是他在这个 打散打的过程当中 比赛没事 对方也是专业运动员 也不那么容易打 我得拳拳到揍 我得使劲 一点这个都不能留劲 好办 可是当演员不行 跟你演对手戏呢 不是专业运动员 他是演员 没那么强的抗击打能力 你说你这一使劲 把人打坏了咋办 你说打起来 我这虎虎生风容易 可是我既虎虎生风 我又不伤害 专业演员 这可就难了 所以这刘海龙呢 非常费心 怎么找这平衡点 说我慢慢打吧 我别那么快 更不行了 那根本不是一个 这个专业运动员 人找你来干嘛 就要你这劲 所以把握这个平衡度太难了 不光他难 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也难 你看这个刘海龙 演那个硬汉那电影 我记得是硬汉第二部 他和这个主角刘烨 他俩有场戏 在桥上打 他演的那个人叫二帕 这打的过程当中呢 这段戏非常重要 他就是连续的踢腿 踢这个刘烨的大腿 然后最后呢 啪一个鞭腿 把刘烨踢出去 这段戏很精彩 这段戏很精彩 可拍的时候 刘海龙案导演要求 你这力量啥都得出来 得好看 刘烨倒了没了 在腿上啊 绑着这个五六厘米厚 那个护板 就啪被踢上了 加各种各样的护板 就是这样 一腿一腿踢 到最后刘烨这场戏拍下来 腿整个都不行了 你平常刘烨不是 若不禁风的人 一米八二多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都是篮球队主力呢 身体正经挺好 扛不住 就加五六厘米厚的板子 都扛不住 为啥 刘海龙这一腿 最大力量能达到四百公斤 一般人是扛不住的 你看后来刘海龙拍那个 新警察故事 2013 成龙演的 这个刘海龙在里边呢 演一个泰拳高手 叫皮松 有一段跟这个成龙呢 在龙子里边打 困手游动 两人这么打 其中呢 有一场戏呢 刘海龙呢 劈高腿 啪 一个鞭腿 劈成龙脸上 你看别的时候 说怕出危险 搁替身 这时候不行 为啥 有成龙脸特写 就得真拍 这刘海龙就害怕了 为啥 这腿力量太大 那小伙子都扛不住 你看咱说拍硬汉里头 有个韩国的打星 这演武打明星 叫刘成俊 他跟这个刘海龙 对着的时候 他顶刘彦两个 也是个肌肉男 打着打着跟他 听听听 不行不行 对啥 还一会 还一会 太疼 就是所谓的 这种工夫明星 跟他打都扛不住 你又不是说 成龙这时候 都快六十了 所以这刘海龙很担心 说我这要把我这国宝 成龙大哥给踢坏 怎么办 成龙说 既然用不了替身 你就来 你快点 为啥 咱争取一遍过 你一遍过不了 多踢我两下 我可真坏 可扛不住 所以两人商量好了 很果断 一脚踢出去 这镜头吧 当然了 成龙半天都缓不过来 是真难受 所以你看 刘海龙这三打运动员 他转化的演员 这个中间 要过这坎 挺难